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7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是2023年7月21日的晚上時間 在四年前的今天 在香港的晚上時間 同樣是發生了一件非常之 可怕的恐怖襲擊 這一次的襲擊 被稱為721 元朗襲擊事件 一轉眼就是已經過了四天 直到今天 有大量牽涉在這個案件裏面 的兇徒 當然包括 港共的警察 有大量 牽涉在這件 事件裏面的人 到今天 依然是叫做逍遙法外 所以 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當然就是721 要繼續揭露 港共政府 也請大家記得不要忘記 這件事 昨天已經跟大家大致上重溫過一次 元朗襲擊事件 所以我們今天 主要集中今天的時事 不過我們堅信一件事 就是最終這班人 必須要為他們 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而現在其實他們 也是真的在付代價 代價之一 就是這一節在說的事情 是香港 一大群原本支持政府的人 他們現在通通 正在付出代價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 就是原本支持政府的一大群藍絲 例如這個 香港的餐飲業 餐飲業 要出來反台 原因 就是現在的政府 可以 視義 去侵擾 這個 是市民 的利益 簡單來說 侵害 這班原本想在香港做生意 拿錢 的一班人的利益 結果 再度觸發矛盾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在後備頻道 即是你現在聽著的星期二日報 這個也是本台緊急呼籲 本台的主頻道戶口星期二得道被封鎖 現在只能夠用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廣播 希望大家幫我們轉發這個信息 也將我們的後備頻道的連結轉發出去 我們也 希望大家這個時間幫幫忙 由於我們主頻道被封鎖 也是我們的盈利模式 即是我們 其中一個經營的方式 這個免費模式 本台 是香港的時事網台裏面 基本上是唯一 推廣免費模式 的網台 我們也是叫做身體力行 一直執行這件事 到了最後 到了最近 到了最近 再一次針對本台 作出攻擊 也將我們的盈利戶口 也將我們的所有廣告功能 在主頻道 是全部取消 導致我們現在 出現了很大的困難 所以在這段時間我們誠意 希望聽眾和支持者可以幫幫忙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 還有這個會員頻道 幫幫我們 我們向大家承諾 假如我們的主頻道能夠恢復 假如我們的盈利模式 我們的廣告能夠恢復 我們一定 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繼續大力推廣 聽眾 無需付費 支持我們的方法 同一時間我們也是感謝 過去那麼久以來 一直是付費支持本台的聽眾 還有最後一種方式支持本台 不過這個方法依然是未能夠 當成一個 正常的方法 因為還未能夠 真真正正的叫做截然 我亦沒有可能把Pineby 是出糧 給員工 不過既然都是這樣的情況 只有 繼續挖住 請繼續安裝Pine Network的朋友 繼續按閃電鍵 總之要先挖吧 我們回來研究了 話說這個九龍城區 的內地旅行團 對這個九龍城區 造成 相當之大的困擾 結果 就是旅遊業監管局 就是作出了新的規定 就是規定了 商戶搞旅行團 在 安排那些旅行團到訪這個區域 的註冊商店的時候 在同一天 是不能夠 在同一個區 即是土瓜環的區裏面 在 食屎那裏融善 聽起來其實也是一件 奇怪的 一個規定 當然我們知道 其中一個 是個政策的目標 是要導致 那個就是旅行團 不要又來當區消費 同一時間 又在當區 霸佔大量的空間 從而對居民構成困擾 再說一次 這個邏輯 大家都明白 全香港人都明白 但是 一件事的邏輯大家明白 一件事有好處 不代表 你一定要犧牲 其他 的事情去做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往往最簡單的道理 就是最多人不明白的事情 這個同一時間也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學原理 就是你 去做一件正確的事 沒有問題 但是做一件正確的事 如果代價 是太高的話 當然我們不是說原則性的問題 原則性問題暫時放在一邊 原則性的問題 這個世界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 侵害的權利 我們暫時把那種權利放在一邊 那種權利通常叫做人權 把那些東西放在一邊 你就會發現 你做一件事正確與否 很大程度上要看 第一 那樣東西是否正確 第二 那樣東西的成本 是多少 當它的成本 包括外在和內在 成本是遠超 它的效益的時候 那樣東西理論上 就是出現了錯誤 其實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過度的環保 如果因為過度的環保 跟你一刀切 就跟你說 不准用 汽油車 柴油車當然不用說了 柴油更加是髒 所以柴油是被禁止得更加厲害的 跟你說 因為環保 我對啦 我環保 跟你說 立即 就停止了 這樣是不是真真正正解決問題 當然不是啦 這個情況 說停止了 就是那個商戶 不讓他們在當區吃飯 我不評論他是對還是錯 但是政府 港共政府 不需要 聽任何的民意 喜歡做就做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就好像 港共政府說 對健康有益 你 裝健康碼吧 不裝不准出街 事後證明 中共解封的時候 你裝的健康碼 裝的安心出行 由始至終 是一點用途都沒有的 居然一點用途都沒有的事情 是有一大群人出來 大大聲 叫人家一定要裝 你不裝就害其他人 最恐怖的是這一種 霸權邏輯 我們當然知道 旅行團當然對當區居民 受到滋擾 整個旅遊政策根本就是擾民 我也沒有理由去到一個極端 說要一刀切 全部不讓內地旅客來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很大程度上 那個遊客 如果他是正常 來一個地方是旅行 消費 這個一定是對本地的 經濟有幫助 絕大多數 就是 不是反對派的香港市民 其實也不會想 反對有內地旅客來香港 問題又出現了 原本支持政府的人 包括餐飲業 協會會長王家和 就是出來大大力批評 說政府的做法 霸道 說他矯枉過正 最重要的部分在後面 說他根本沒有諮詢過 這個叫做餐飲業界 其實這個才是重點 簡單來說 現在的港共政府 當這一班 曾經 支持 香港政府 這班叫做親建制的人士 在 政府的眼中 你們的意見 是不值一提的 我喜歡做甚麼 你吹得惡將嗎 這個就是 現在的政府的處事態度 所以其實 最可惜的是 曾經有一班人以為自己支持過政府 政府就會聽你的意見 如果政府會聽你的意見 就不用當初100萬人上街 200萬人上街 當初幾百萬人上街 就是叫他 聽你的意見而已 結果是什麼 結果 結果 他們說你反中亂港 說你背後有美國給錢你遊行 說你是黑暴 然後 有人墮樓 有人死 有人打人 說甚麼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說你不去那裏就沒事了 是不是啊 黃家和 這些就叫做回力標 你不做餐飲業協會會長 就不會有這樣的風險了 說甚麼霸道 說甚麼矯枉過正 你說這些說話 就是違反國安法 現在其實叫做回力標 回力標現在定中的最主要就是這一班 親建制的藍絲 其實跟我們一組的 分析 是一樣 這個也不是甚麼預言 因為這個是常理來的 當政府 100萬人上街都不用聽你說 說你全部是暴徒的時候 你憑甚麼 是叫 香港政府這班人是要聽你說話的呢 你是沒有任何的依據 是不會有人 是聽你說話的 因為 你給意見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反對派 說你是搞事分子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包括 做地產代理那個 說出來 給意見 又包括某份方向報紙 經常叫政府 要切這一招 切那招 說半年 說一年半載 他也不會理你 到他做的時候 也不是因為你說過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當權力 是叫做不受制衡的時候 那個 真真正正 是叫做絕對權力 變成了絕對的腐法 簡單來說 完全不需要你任何的事情 喜歡做就做 美其鳴 為了你 著想而做 跟這個 防疫封城是一樣的 要你做就做 跟你說要解封就解封 完全不需要給理由 完全不需要給數據 所以真的要再說多一次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任何港共政府推出的政策 除非 是叫做太陽在東邊升起 除非他直接派錢給你 不然你一定要 是帶著懷疑的眼光 基本上 他推出的政策 所有東西帶有政治目的 你一定要 從根本 是要看著 你應該理論上是要反對 最簡單的就是防疫 政府大大力跟你搞 是健康馬 安心出行 打國產疫苗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行為 是否有問題 是否有問題